好 接下來的下集 經常被問到說 日本女生的胸部都很大嗎 可能你們的想像是 走在日本的街頭 都有好多 好多大胸的美女往你走過來 這是不可能的 日本女生的胸 大部分都是平的 真的 我可以 我有機會我真的很想拍 但是對著人拍是不太禮貌的 真的 這邊平胸實在太多了 放眼望去你能找到個B 我都覺得B罩背的我都覺得你很厲害 真的 這裡瘦子多 平胸多 他們真的好瘦 我感覺就七八十 八十幾多斤馬撐死了 在那邊路上晃悠 那個 反正你要能 找到胸部大一點的 我真的覺得太厲害了 我老公去中國的時候 就說哇 中國女生的胸部怎麼都這麼大的 我看也還好啊 我覺得中國女生那時候 那時候看看都覺得還可以 你看怪了嗎 反正一到日本我才明白為什麼他這麼說 AB都是騙人的 OK 下一個問題 日本的色狼多嗎 我覺得吧 怎麼說呢 日本人的素質確實高 他就算好色他也不會讓你發現 我跟你講 真的 我覺得 路上看起來都是正人君子 不像是國內的那種 你走在路上就是 那種男的就是投過來的眼光 都覺得想要搶劫你那種 我覺得 他太噁心了 這邊的人你看不見他的眼神 因為他們都會躲閃你的眼神 看不見的 也不會有那種很奇怪的動作 我覺得 在國內有些男的會故意就是 比如說靠近你要 卡下游什麼的 這邊會逼著你 他會躲著你 所以 我覺得 日本這邊的女生啊 就是高中女生 他裙子敢弄得這麼短哦 也是有原因的 這裡有法律保障 沒人敢動他 所以他敢穿得短呀 還有這個安全感 日本女生的高中女生的裙子 他不是剪短的哦 他是在腰部的那個地方 卷啊卷啊卷 把它卷短的 如果在學校遇到老師什麼 他們都會把那個 那個那個裙子給卷長 所以 OK 下一個 日本的物價很貴嗎 對 日本的交通很貴 日本的物價很貴 給你們舉個例子 吃的東西貴 我覺得 日本我覺得有個規律是 在國內啊 在日本 在中國國內 貴的東西到日本這邊很便宜 在中國 便宜的東西到日本很貴 如果你的朋友到日本來玩 給你帶那種小手伴小玩偶啊 什麼的 你真的感謝他 因為很貴的這種東西 真的 每個擺來人民幣根本不可能下得來的 就很小的那種東西啊 然後 然後那個 什麼 蔬菜很貴 蔬菜我覺得特別貴 國內蔬菜好便宜啊 這邊蔬菜 就那麼個番茄 三個番茄 大約就要人民幣 20多塊錢 起碼要的 20多塊錢 好貴吧 大蒜 你看 這麼一個 10塊多 人民幣 我 我去 還有蔥 蔥我最不能接受了 一把蔥 一把蔥 他要 增加20人民幣 我在以前 國內菜場買的時候 都是 都是小販都說 送你的 拿去吧 我說這邊 這邊就沒有 這邊買菜都要去那種超市 超市 然後千萬不要跟著大媽買 以前我不懂 一開始我來日本時候我不懂 我就跟著大媽買 我想 大媽應該是找實惠的吧 不 大媽都有錢 大媽都買貴的 千萬不要跟他們買 OK 今天就講到這邊 然後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啊 或者說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私信給我 我會挑選一些有趣的 到時候總和 綜合起來 然後進行回答 OK 拜拜 感謝支持